日本央行周二意外弃歌转音 决定修改货币宽松政策 日元周二升3.9% 收1美元兑131.73日元 创1998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日元晋升 雅谷则是哀鸿遍野 市场研判日本央行将会启动升息 日元升值趋势确立 对台厂而言 与日常处于竞争局势的产业 将是社会族群 将有望迎接转单效应 包括工具机 被动元件 汽车IC及汽车感测元件等四大族群 不过对于向日本采购大型设备 与原料的业者 包括晶圆双雄 面板双胡等 则将会因为成本大增而受害 运动服饰大厂Nanke上季库存 但营收和毛利率都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激励Nanke股价盘后大涨12% 其中Nanke最大的市场 北美地区营收大增了30%至58亿美元 大中华地区营收减少3%至17.9亿美元 主要受中国风控影响 明基加士达集团21号宣布 正式加入RE100 成为全台湾第一家加入RE100的电脑周边科技集团 承诺2040年全面使用再生能源 并宣布2050年达到近零排放目标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明基加士达集团21号宣布